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如何提升自身财富运 出生在正月的牛 正月是农历的开年之月 出生在这个月份的牛往往具有旺盛的财富运 它们勤奋努力 能够抓住机会 迎接新的挑战 同时 正月也是财富旺盛的时期 因此出生在正月的牛往往能够获得丰厚的财富回报 出生在四月的牛 四月是春季的时候 万物复苏 生机薄发 出生在四月的牛往往能够抓住春天的机遇 实现财富的增长 它们具有坚韧的毅力和稳定的心态 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取得成功 出生在七月的牛 七月是夏季的时候 万物茂盛 出生在七月的牛往往具有较强的财富吸引力 它们勤劳踏实 能够充分利用夏季的繁荣时机 实现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 出生在八月的牛 八月是丰收的季节 也是财富增长的时期 出生在八月的牛往往能够抓住丰收的机会 收获丰厚的财富 它们具有稳重的性格和敏锐的洞察力 能够在市场中把握时机 实现财富的增长 出生在十二月的牛 十二月是农历的年末 也是财富聚集的时期 出生在十二月的牛 往往能够在年末时获得财富的回报 它们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态度 能够在年底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实现财富的积累 无论出生在哪个月份 生肖牛的朋友们都应该保持勤奋努力的态度 抓住机遇 努力实现自身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 它们应该注重积累知识和技能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为财富的到来做好准备 生肖牛的朋友们应该保持稳定的心态 不被短期的风险和波动所影响 坚持长期的投资和规划 愿出生在富贵月份的生肖牛的朋友们 能够吸引财富的到来 实现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愿你们保持勤奋努力的态度 抓住机遇 迎接财富的挑战 愿你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为财富的到来做好准备 愿你们保持稳定的心态 坚持长期的投资和规划 实现财富的增长 出生在正月、四月、七月、八月和十二月的生肖牛 往往具有较强的财富吸引力 无论出生在哪个月份 生肖牛的朋友们都应该保持勤奋努力的态度 注重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坚持长期的投资和规划 以实现财富的增长 在华夏传统文化中 黄道即日被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 而在十二生肖中 属牛的人更被认为是财富和幸福的象征 然而 在这个繁忙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往往忽视了时辰的神奇力量 特定时辰的行动 会对人的运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时二十三点之一点 夜深人静 此时为新一天的开始 是精力充沛的时刻 对于属牛之人而言 此时是积聚能量 准备明天的最佳时机 在这段时间里 可以进行深度思考 规划未来的财富之路 为晚年的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丑时一点三点 丑时为财富聚集之时 对于属牛的朋友们 更是财运亨通的时辰 在这段时间里 可以进行财务管理 投资规划 寻找新的经济机会 此时正是收获财富的最佳时刻 耐心与智慧会为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银时三点至五点 黎明前的时刻 银时代表新的希望与机遇 对于属牛的人而言 这段时间是迎接财富到来的准备时刻 可以通过学习 充实自己 增加专业技能 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 用勤奋和努力 迎接更多的财富和幸福 五时十一点至十三点 五时是一天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刻 也是属牛的人 迎来大富大贵的黄金时段 在这个时辰 可以采取行动 开展商业活动 谈判合作 或者进行重要的决策 财运亨通之际 积极行动会让你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成功 有时十七点至十九点 有时是一天的收尾时刻 也是属牛的人晚年来福的时辰 在这段时间里 可以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 总结经验 为晚年的幸福生活做好准备 注重家庭 健康和内心的平静 会让你在晚年获得更多的幸福与满足 属牛命最好的五个时辰 大富大贵 晚年来福 希望有你 时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 重要的时间观念之一 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 对于属牛的朋友们而言 抓住黄道吉日的五个时辰 不仅可以大富大贵 更能在晚年得到幸福 愿你同行 把握这些时辰 成就更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